因为我刚好有看到 绳子在我脖子中 那有没有吓一跳 过了五天伤口已经斜加 但一条线缠绕颈部 清楚可见 年仅四岁小男童 一步一步带我们重回 事发现场 仍然余悸有存 我说从现在开始 我都不要来这边玩了 你以后都不要来这边玩了 摇摇头同言同语 但害怕已经重在心中 看看受伤第一时间 鲜红色烙在孩子颈部 左侧和后方 好在只是皮肉伤 而凶手是他 一条线连接天空 风筝天上翱翔 地点就在这台北市万华区 马长亭纪念公园 这里号称是最好玩的风筝公园 午睡时间刚过 就有家长带孩子来玩 但小朋友游乐园 却是危机四伏 过去抱他的时候 我自己的脚也绊到风筝线 我才知道他被风筝线绊打 这第二次了 原来当天有富人在收风筝 受伤的四岁男童骑滑板车 有路人先被线给绊倒 瞬间拉直风筝线 导致小朋友被割伤紧步 还摔车倒地 这里没有明文去规定说 哪些东西哪些可以 哪些不可以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心态 就是说你也没说 我就这样子做 那当受了伤之后 要去索赔 要去争执 要去研究的时候 你才要来规划这些制度 我觉得已经太慢了 广阔腹地公园内 包括遥控飞机 放风筝 再加上脚踏车 现场还有小朋友奔跑 全部都在同个范围穿梭 家长只能紧盯 眼观八方 就怕没察觉 细线如刃 一面而来 隐藏危机 怎么防 记者 烟伟林 王一竹 台北采光报道 来吧 来吧